大家有吃飽嗎 有 會看嗎 對 特別這山頂 人不來都這樣 噢 時時 我可以同理 因為我小時候就 我出生在高雄美濃 所以我剛嫁過來新竹的時候 喔 特別 新竹風 高野時時 高江風 我說 做紅苔 我還像紅苔你知道 所以 今天就演分 大家來這裡 見面 因為台灣民進府 好 現在我們手上 有拿到一個 公民權利法 那我就是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一直要把我們台灣 所有的人 漢話 政策 從今天開始 你們知道的時候 要把中華民國的東西 中國的東西丟掉 我為什麼建議你們丟掉 民治憲法 他是學習歐美對不對 才會搶勝 我們台灣人 自四百年來 都沒有主管的觀念 沒有自己建立自己的主權的觀念 所以都換來通敵 那今天好不容易 秘書長帶我們走出這一條路 其實我也不認識他 那問題是說 我來參與的時候 我直接就跟他買了兩本 新台灣論 我直接就殺到美農 因為我一個哥哥讀法律的 我就拿給他看 這個人 男生 都這樣 我記得出來 不要一通電話給我 家裡有什麼事情 都少少 在處理 所以這個人 看到這本書之後 沒三天 就卡電話給他 他自己說 那邊說 那邊說 那後地在靠 說台灣人 就是要靠這本書 靠這個方式 走出我們的 我們台灣人的吃頭天 所以我被他感動 所以積極參與 我也當志工 所以我們要拋開 因為我知道 中華民國 因為我在保險公司 三十幾年 那這個三十幾年 中華民國的法律 中華民國的所有的 公交單位 怎麼 怎麼 唐納無垢 我都一清二楚 因為我 我最野性率 我不能有黨派 所以 所以當官 我能做到生意 我就OK 可是他們 果皮倒灶事 我三天三月 大概講不完 好 那我 先自我介紹 我留月一 我有考上俊首 我現在因為竹北都沒有人 我自己去承擔 所以我們來民政府 就是要學費承擔 而且多學習 怎麼學習 學習怎麼做書 學習怎麼做人 學習 所以我曾經 叫一個新聞錢 那個人 很大的企業 他身份證 他要幫我請 他說 叫我出來 我可能沒有 那以後我要 他不可能出來 我請教他說 要怎麼說 以後 台灣民政府怎麼走 比較好 他說 他說 中華民國沒有做的事 他不要做 這樣就好 所以我們都要為 我們平民百姓想 欸 這個理念很跟 秘書長 很契合啊 對不對 為百姓設想 所以我今天說 社會福利法的 富有福利 好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你手上 都有一個公民 公民啊 權利法案嘛 回家的時候 回去的時候 好好的看 為什麼公民跟國民不一樣 我們現在手上 我們拿的新聞證 都是國民新聞證 國民新聞證 就是跟美國的理解 你沒有選舉的權利 所以 可是 中華民國 騙你來選舉 可是 他為什麼沒有 罷免創制複解 每次提到這個 他說 要大法官解釋 或者要怎樣 根本 因為 你沒有罷免權 可是 又給你們選舉權 他就是 跟我們騙的所在 我們不知道 對吧 啊 所以 我們今天 假如是 你是日本的後裔 我們都要申請身份證 要申請 日本時代 我申請到我們北父嘛 大正三年生的 有些少年 一、二十歲 可能要穿到 阿公去 哪有辦法 找到 日本時代 富脊 糖分 所以 公民跟公民 是不一樣的 美國的公民 是很多的 很多的福利 當然 你有納稅的義務 這樣說 公民嗎 所以今天 我們要享受 我們的 台灣民政府的福利 那當然 我們有條件 就是說 你有沒有什麼條件 你就是 日本 時代 好不準 講得很準啊 你們都是 皇民的後裔 對吧 就是這樣 可是很多人 又會反對說 我怎麼是日本人 這都是 中華民國 有意把你們 所有的人 變成慢慢的 占小部分 尤其馬英九 第一任 馬英九上來 幾乎你們可以去看 假日 或者平常都可以去街上走 尤其是台北高雄 大城市 幾乎放了60萬個中國人進來 你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把中國的東西 要丟 所以中國東西 為什麼我要丟 要丟的原因 為什麼他們 一些征戰 你真的是漢人 根本就 沒什麼漢人啊 中國真的漢人很少 不知道一百萬人 我在懷疑 以後有人會講這個部分 所以台灣澎湖這個地方 我們 沒有傳統的文化 我們被都摧毀 我們可以想見的 五十年的 日本在這邊 黃明化以後 重新建設台灣的東西 幾乎都被馬英九摧毀 很多都被他摧毀 怎麼講 馬英九第一任 一上台的時候 因為我一個朋友 剛好在土木祭司公會 他就叫一位 土木祭司公會人 來 總統府 來 你們來看 這總統府 你看 這樣 文句不文句 這樣 我有想要聽 一些人看一看 這個人要聽總統府 要改建 要看 看 看 天空有人聽 因為 我看全世界能夠 那麼多年能夠保留 那麼好的 很少人 這個建築師 總統府建築師 跟東京車站的建築師 是同一個人 東京車站那個車站都還在 一樣總統府在 所以你們可以去東京 看這個車站的建築 就是同一個人 所以很穩固的一個建築 所以他們同一字 說不能猜 馬英九才沒有猜 所以我才知道 所以他 中國 把我們女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婦女 在儒家思想裡面 有一個一句話 唯小人以女子南洋也 有沒有他還有這句 有齁 大家有讀過這一本 可是我們想想 我們男孩女孩 都一樣都是 母親生的啊 為什麼是 小人以女子南洋也 而且他很多文字 都跟女字有關係 而且講到很 很 為什麼講 很龜龜那種 在我感覺 是很龜龜那些東西 你們可以去找 奴役的奴 奴役的奴也是女字旁號 所以你們可以去找 可以找到一兩百個字 都跟女生有關 而且那個字都很 不好念也 那個意思也是 在外觀念那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 我們台灣人也有學到 南尊禮杯 是大部分的 很開心喔 快請客 對吧 四六十五嘛 那是喔 以前會送人 同樣是有沒有 有喔 你的家有同樣是嗎 就是啊 因為 那時候 嬰兒潮 十代 二戰結束以後 很多人 婦女都一直吸 一直吸 我 我就第八 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 一個妹妹 十一 所以 那種 重男婚女很嚴重 是就 大部分跟麻油 過酒都 叫嘴了 是就 十二跟 一直考慮 這要送人 是什麼 可能是 農忙 可能是要男生工作嘛 可是我覺得 像我美農的話 女生反而 做得要死耶 男生都在 兩世啊 兩世耶 因為 蛇草都雜貨 插秧也是雜貨 大 什麼 也雜貨 大部分 只有 禮田而已 他只有一個 那 你自己想想看 沒有啦 你 人家補的我 人家補的我 這樣 這樣 所以我要嫁來台北 好 這種 是有 影響的 在一方面 中華民國 他訂的一些東西 都是男性 而且早期 有沒有 印象 在政治上 都是有 女性的 保障名額 有 有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 這幾年來 我們在看 現在是 二十一世紀耶 你看美克爾 做得好不好 西拉蕊做得好不好 對不對 MF的總裁 那女性呢 現在女性 已經出頭 為什麼 教育一直補齊 大家都一直 教育下去的時候 大部分 強過男生很多啊 所以慢慢變成說 大部分的薪水 會越來越 女兒 有的說 各位婉嫁說 女兒 太太賺得多 大部分就說 不鬆快 啊什麼 都有這種情形 所以 唯獨 我們要打破這種 框架上的一個思想 怎樣 用法治的一個社會 按自然的 尊重一夫一妻次 你們贊成不贊成 贊成 贊成 一夫一妻次啊 我們要尊重 女性也要尊重男性 男性也要尊重女性 那男性跟女性的結合 那是一個很自然 很奧妙一個東西 那生出來小孩子 才會很正常 這是我 那麼多年來一個觀察 那一方面就是 那德英國有一個 語學報導 男孩子 男孩子跟女孩子 結婚以後 所生的小孩子的 智慧 是像媽媽 繼承媽媽的 氣質是繼承爸爸的 所以爸爸 對這個家庭的一個小孩 以後的小孩 要教養 他是有負責 一半的東西 一半的教育 可是中國全部都交給女性 女性好像生產工具 好像你 你來我家就是要洗碗 要洗衣服 要什麼什麼 這個觀念要打破 為什麼 我們人生出來 是要享受生命的 不是說 所以我最近 遭一些人 他說 我來民進府 我頭路要怎麼 一年燙梯 三百六十五天 不要休息 我說你要這樣的人生嗎 他說他一開一個藥房 我說你要這樣的人生嗎 不然這個 不然那個 像我 努力工作的時候 努力 該休息 要休息的時候 我也是 清水水 有三萬歲 絕對不得 我全世界走很多國家了 所以我在 從 國外看到我們自己台灣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真的很可憐 所以我們學習歐美的一個方式 先去國家 所以明治維新會成功 會成為全世界強盛的國家 有它的理由 也有它的原因 那 那這個部分 我 我暫決說 不要停 因為日本強盛 也花很多的時間去研究 我們看一個 末代武士 湯姆克勒斯演的 有誰看過 那個就是 湯姆克勒斯 末代的武士 他就是因為 明治維新後 支持那種神 那種什麼 那種劍道 那種有沒有精神的 那是最沒的 一個 緩咒 Unters 德山家康是最後一個藩族 一直傳到後來最後一個將軍 那後來才打開 他自動將軍的一個夫人叫做賭雞 賭雞看過人幾首 賭雞蠻好看的 你們有空可以看 他就是贊成明治維新 把城門打開 讓賭雞帶了一百艘的黑船進來開放 所以日本天皇是既以這樣子才會在東南亞 一直要強盛起來 因為被欺負太久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講到那個婦女的 今天剛好在 今天中央參議院就在審理婦女的 這個部分 那我這個社會局就是說 June的部分 June的部分 因為我其實有一些參考 因為 我曾經在家庭教育中心 這個地方 當過志工 學過諮商 我差點去美國寫Satire的那個諮商 這些諮商師 這個部分以後我們會有設置一個家庭教育中心 這個經費可能要屬於教育部 那負責分前分後心理諮商以及幼童怎麼教養 現在年輕人工作很忙 這小孩子要怎麼教 有時候都是隔代教育很多 隔代教育阿公阿嬤都聽孫對不對 有時候我看有一個人 有一次我們議長 說他孫 說 我孫喔 他說很開心 那雖然會找人 說說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教育喔 他還很開心 很雖然會找人 說 還做台語 會罵人 不好 所以 這 有跟我們鼓 沒有跟鼓 不對 我們要跟鼓 就要跟鼓 但我們的教育可能也是 不 不耐心 沒有關係 我們有專家 我們可以電話問 諮詢 我們都有一個電話 我們可以成立一個電話專線 讓你們諮詢這個小孩子要怎麼來教養 因為像我 像我 我是採用塔木德的方式 塔木德你們大概沒有聽過 有誰聽過 我是採用 猶太人教育 猶太人教育就是說 小孩子 小時候就是慢慢要養成他的獨立 所以我小孩子 小學 我記得我女兒小學四年級 我教她說 你要讀書 讀書是你的責任跟權利 也是你的醫務 你現在那麼小不能做什麼 我都會跟她講 講一遍兩遍的 後來我就沒講 讓他們自己去走 我沒有空教他們什麼東西 假如你不讀書 國中畢業也就可以 要離就好 你去工廠上班 你自然會知道說要東西 為什麼 大家領薪水 領冠冠冠 你要領 21K 18K 22K 你 你一定要 讀到某一個程度 學習到某一些技能 你才可以養活自己 我說 我剛才是你國中畢業去上班 你賺一萬我就賺兩萬 小子頭就一直算 我賺一萬 媽媽賺兩萬 到底怎麼來 很簡單 你去工作賺一萬塊回來 我本來要給你託資 我就一萬塊給你託資一個月 你不去託資 我一個月還想一萬站 你又拿一萬回來 我就賺兩萬 這樣對嗎 算一算 他說要讀書 你不讀書也可以啊 我又帶他們去 我真的我帶他們去喔 帶他們去養牛場 養牛的 牧場 我帶他們去 所以小孩子不讀書 我教你們 小孩子去 第一個你可以去孤兒院 你可以帶他去學校 大學學校 你可以帶他去牧場 你可以帶他去養豬場 都沒關係 你要去選哪一個 你又給他算啊 你看看我算投資啊 你要國中畢業 或者你去讀那個關係農校 怎麼養牛 我投資一頭牛 生出來我朋友有養 生出來母牛就是十萬塊 我投資十萬 一百萬 十隻給你去養 你要去租 租一個農場 聖聖的說 還是讀書好 所以我小孩子讀書 我都不用逼 這個就是塔穆德 交易的方式 猶太人 在美國 經濟是佔他把死 要知道今天 以色列能夠建國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 所以尊重婚姻制度的話 在一個很自然的法則 就是生產的死女 會比較聰明 那一方面就是父母 也不可避免的就是你的責任 要養一道小孩子 他目前是 美國是18歲 英國有 因為有某種原因 16歲 那就是你的責任 父母的責任 要陪同一個 陪同小孩子成長 那當然 由於小孩子要成長的時候 從0歲到6歲 這也是重要的時間 這個時間 黃金時間 你父母一定要細心 陪同他 因為人格的發展 都是在這個時間促成 如果好壞 就看這個時間 你要怎麼教 你什麼給他 什麼一個思想的教育 這是很重要的 要不要參與中國 演一個什麼 好好好 征環傳 每天到來爭壞壞 去撫媚皇帝 那只有一個人而已 能夠 能夠幹嘛 所以 中國思想是 讓你們好 努化啦 這樣說得快 你比較乖啦 你是順民 所以中國的思想 我們一定要拋掉 所以 像日本喔 現在日本的教育很好 為什麼 你像小學 你進去生活 那個小學 那些 菜啊可能比較重要的 可能就是 有一些 代工的人員進去 幫忙 熱的部分 幫他們 甚至涼拌的部分 跟多餐的部分 都困仔在完成 在小孩子 打飯啊幹什麼 都小孩子完成 而且學校有客人來的時候 都很有禮貌 因為我曾經去參訪 因為家庭教育中心的關係 我去日本一個地方參訪 那個學校真的 叫兵兵有禮 我們的兒子 這樣不知道多好 我們的孫 這樣不知道多好 不過我現在孫 我出發了 我跟他打一個 阿嬤家暴法 我打他屁股 他說阿嬤 阿嬤打我 我要報告警察 家暴法 他也知道 抓一個法律來保障他自己 那所以 父母的教養 是很重要的 那一方面就是說 好 幼童呢 很多人 尤其是中國的思想 就是 很喜歡把幼童 當作自己個人的財產 甚至要自殺 也帶著 兩三個 那真的 情何以堪 為什麼走到這個地步 社會都還沒有發現 政府都沒有發現 有喔 你們常常聽這個消息嗎 他真的過不去了 過不去了 帶小孩子自殺 甚至 難得也曾經 我聽到一個經營車司機 二十四小時 都在這個車上生活 也帶著一個小孩子 每次客人上車 怎麼有個小孩子 對不起 我就沒家了 他如果我就帶著 人家了 再人家了 多嚴重 真的 講起來是很辛酸的 這個社會怎麼會造成這樣子 我們台灣民政府 你們以後做的官員 絕對不能 不能有這個情形發生 我們會要的 真的 我們要 以後我們要處理這一塊 幼童並不是個人的財產 幼童是國家的財產 而且經濟 經濟大國 都把人口 當作一個很大的銅利 為什麼 你經濟成長 應該人口銅利一事 人口銅利大家聽有嗎 這個名詞 人口銅利 人口銅利這次 尤其安倍晉三 這次第二次 最後一次這個選舉 他的副手 有說 他的證件裡面說 鼓勵日本人趕快生小孩 因為老人太多了 小孩子 太少了 小孩子要怎麼賺錢 以撫養這些老人家 這個老人家 包括以後我們 包括我們自己 我也是老人家 包括我們自己 你沒有後代的話 我們自己會活不下去的 為什麼經濟不會成長 工廠沒有人工作不是嗎 那現在我們工廠 我們很多人也沒失業嘛 可是為什麼還很多 從外面進來的 泰勞 菲律賓啊 什麼越南啊 印尼啊 都很多人進來對不對 那是 講句不好聽 中華民國的 惡劣的政策 因為他來 以前是來兩年 來兩年 結果他的 他是 中華民國 跟對方的 就是抽人頭稅 荷蘭在台灣 曾經抽人頭稅 他也在抽人頭稅 為什麼講 現在月僱人員也是抽人頭稅 你們知道嗎 誰的小孩有在做月僱人員的 月僱人員才 兩萬多塊 不到三萬耶 為什麼 健保約自己 什麼東西有到要自己 而且你 這次你這個工廠月僱我的話 我給你吃一年 簽約一年耶 簽約一年我 人力支援公司他有錢的耶 有沒有 人力支援公司他是有錢的 我要去你那邊上班 為什麼不知道按照以前 我直接去你公司上班 你所有福利給我 我有一份薪水 我好養家活口 其實變成說 這個公司可以抽人頭稅 我去你那裡 我的薪水本來是三萬六的 你抽我六千塊抽走 我是拿到三千塊 那三萬塊 六千塊他抽走 外籍勞工都是這樣子的 本來兩年的 為什麼 那個人來一年 賣桌 因為那邊也抽 這邊也抽嘛 大家可以去看啊 思考啊 移民署專門一天 一天到晚都辦這種事啊 你可以注意看啊 到處都有移民署啊 我淑北就有一個移民署啊 一天到晚就外籍勞工啊 來就搶我們的工作不是嗎 胡茂也不是搶我們的工作嗎 其實已經進來了喔 他是要就地合法而已喔 我是告訴你這樣子喔 年輕人 我們快沒工作了 你後面的 可愛 真的他是人頭稅 可以去跟他算一下 而不是不像以前這樣子 政府帶頭做啊 陳水平開始就已經帶頭做了 你啊 業務人員啊 政府機關就是沒有 一直減 一直減人士 可是 業務人員一直多 欸 又出去發包呢 本來我給你三萬塊薪水 政府 請你是業務人員 我給你三萬塊薪水 又要給你勞保 又要給你什麼 結果我 同樣這個單位 要那麼多人 同樣我去找一個 人力公司 派遣公司啊 派遣公司啊 把你們這些人又請回去 結果你拿薪水 剩下兩萬四耶 這是何道理啊 那政府搞的啊 人民知道 知道啊 因為你的行政資源 你的政治 很多人不管政治對不對 以前我也不管政治啊 國家政治 國家大事不管我家事 這是我的口頭禪 不敢 可是我看到那麼多 真的 我本來也要移民啊 我從哪裡回來 看到這樣不公不義的東西 太多了 我在國外待久了 才覺得 我剛才說的 台灣人很可憐 不是嗎 不可以這樣做啦 政府要 單位要有人的話 就請人嘛 直接請福利也給他 什麼 健保也給他嘛 甚至現在 二代健保 他打一分薪水已經不夠 你二代健保 你又再給人家抽 其實他C7以來 本來 做工作 做八點多久 做不夠 晚上又加班 四點多久 再來投 結果 這個部員 他又來抽 二代健保 是什麼好得力 你要讓他爆肝死喔 這政府 台灣人很軟 我們不要把他拚嗎 不會喔 掌聲一下 所以這些福利都是公民才有 TW才有 TW知道什麼意思嗎 People of Taiwan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才有的福利 所以有部分好的地方 我也給他撿起來用 像家福基金會 兒童聯盟 世界展望會 世界展望這個部分 有一點 以後 這個可能是 美國以前 要中華民國做的 這個以後要考慮 等於有錢的時候再說 這個世界展望 我就欠人求責喔 對吧 我們台灣是欠人家救濟了耶 現在台灣市已經空了 所以 我們女性參與公共 公共的參與 要以後會增加 那 家事性騷擾部分 性侵害 我們後面會講一下 所以 看了那麼多 兒童的TW也很重要 有的人 可能說 可能說 小孩子要爸爸媽媽帶 我也不反對 可是 要帶之前 來家 家福中心 就是家 家庭教育中心 上一些課 課程 阿公阿嬤來上課 阿醫藥夠孫 要怎麼 衛生啊什麼的 上一個課 阿你才有資格 夠孫 這樣 可以嗎 阿我們現在講到一個 家暴的部分 家暴 其實 這是一個 社會的一個問題 阿怎麼講 因為 常年我們都是 就是 被壓榨的一方 那 台灣人都沒有很多的機會 除非說 很努力 像我就很努力 他賺錢 你沒有努力賺錢 我 考公務旅館大概我也考不上 因為我不是那其中的 我不是中國人 以前的 公務人員考試 台灣那麼多人 只入取 86年是入取21名 福建還入取34名 浙江還入取40幾名 我問你 有幾個人從浙江來 有幾個人從 連新疆都有五六名 這是什麼制度 所以難怪有一些 中國人說 我們畢的眼神都考得上 這句話聽有吧 對啊 有錢是有錢的 加分 你考 考大學 他們都加分 你以為馬英九的智慧 可以考上台大嗎 他是香港生 他有加分 他有加分的 他有加分的 我們沒加分 不要跟他考慮就好 所以 家暴 仿制的一個方法 就是現在 做 做還是要執行徹底 這要執行徹底 那問題是說 當家暴的一方 有沒有 沒有 真的這個部分 要準確處理 當然 家暴的一個應該是 應該目前是 黑熊嘛 檢證 介入 社會局十二個小時 應該要介入了 十二個小時應該介入了 因為家暴的話 有女性或者男性 也有十二會打電話 我現在通稱就是說 雙方都要一個精神狀況 或是是經濟上的問題 那一方面就是說 所以有狀況的話就是要就醫嘛 安撫跟安置 這有牽涉到法律跟資訊 資訊跟協助 看狀況分級 後續處理 社會局要介入 那要寄養的 寄養 心裡復健 心裡復健 那個年輕人的話 你可能就是 有一個中土之家 現在小學 國中高中 沒有來上課三天吧 可能就是要通報 通報啦 那現在也有 學校有一些 設那個諮商師 在學校現在有 那可是人數是不夠的 家府中心 他也有一個寄養家庭 他也建設 建立一個一些寄養家庭 因為有一些人 假如經濟也很不錯 家裡有一個兩個小孩子 想要幫忙社會 這個家庭可能 爸爸可能 吃毒品 招劇官 媽媽也吃毒品 怎麼樣 一個家庭沒有辦法 再顧這個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會設置一個寄養家庭 社區的資源 社區資源就是說 這個社區有一些 退休的人員 或有一些有經濟 有能力的人 幫忙成立 因為現在活動中心也蠻多的 小學國中的教室也蠻多的 為什麼 現在學生 經濟 一年級的 以前十二班 大概這幾年來大概剩下兩三班 而且人數剩下二三十個人 以前一班是五十名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空的教室都出來了 我這裡談到一個財產的信託 財產信託就是說 假如很多人 這個問題也是有人在問 很多人就是說 夫妻之間假如有什麼 什麼那個 甚至小孩子 不 離家租走 他本身離家租走 可是 爸爸 不管的也很多 那這個部分 他假如經濟上可以的話 我們這個要跟他信託 他的財產我們要跟他強制信託 為什麼 你不能說你賺錢 你竟然把政府給你賜 這個利益是這樣子的 我們也沒有說要拿你多少錢 就是小孩子 今年有多少收入 當然小孩子要多少錢 現在激養家庭 一個小孩子是一萬五千塊台幣 激養家庭的部分 我說 人家環境也不錯 我因為這邊有一個小孩子 需要幫忙你照顧幾個月 我看那邊有辦法再成立家庭的話 我這個小孩子帶過來 就這樣子 一個激養家庭 現在有在做這個部分 接著生產今天 美國生產是這樣子 今天你在便宜師 他東西就來了 無淋 無淋就來了 我是鼓勵餵母乳 可是很多人現在 我發現很多人 沒有辦法餵母乳 為什麼 他們如果使罪說無淋 你有沒有發現自己 周遭朋友這樣子的狀況 假如是動物的話是餓死了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基因 我們人類的基因都已經在改變中 改變中 所以 奉勸各位 很多東西是不能吃的 尤其基改的部分 基因改革的東西不要吃 基改 大家聽有嗎 對 美國 美國 他的麥可能沒有基因改革 他的黃豆玉米都是基因改革 他基因改革的時候 他的黃豆 量會比較大 比較大 主要蟲不吃 蟲為什麼不吃它 因為他吃了這個黃豆以後 他沒有後代 可是 我們人家吃的變鬼 對不對 對嗎 所以基因改革的東西 其實我們隨處可見 現在進口的葡萄有沒有籽 那個少吃 芭樂有沒有聽過沒籽的 那個不要吃 西瓜有沒有籽 有的沒籽吧 沒有籽的 那個少吃 真的那個少吃 吃了後你的基因都已經改革過 為什麼 金蟲卵子都會減少 這樣我說得快 年輕人就聽有了 金蟲跟卵子都會減少 量都會減少 所以你怎麼懷胎 你怎麼秘乳 沒有 因為它那個就是 現在加上三聚氫胺 更糟糕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 緩氏脂肪的東西也不要碰 乳馬鈴那是化學做的 乳馬鈴知道嗎 很多人烤麵包 塗一個蒜末 乳馬鈴塗一塗 很香耶 乳馬鈴是化學做的 不要吃 所以從懷孕初期就可以請假 不是 懷孕初期就可以 懷孕初期就可以 所以那 森林營養所冊 營養所冊現在我在做 我在寫 營養所冊我在寫 以後這個我都會寫進去 寫進去有基因改革的東西 少碰它 而且我們現在最近不是發現收水有嗎 我們都吃得翻過對不對 大家都要嘻嘻嘻 什麼炸雞 炸什麼東西 那是少碰好不好 甚至那一天 那上次科學營區有一個太太 我碰到她的時候 她說她的小孩子差一點 八歲而已喔 很喜歡吃麥當勞 可能得雞 八歲而已 哪也都長到我可以看了 她嚇死了 給醫生讓她說 醫生 你看她吃什麼 她說 沒有小孩子很喜歡胖胖又胖胖的 拜託你從今天開始 你可不要碰好不好 真的生長基數就是在小孩子 因為她假如八歲來月經的話 這個小孩子就停止生長 這要搞清楚喔 裡面家有弟弟妹妹都一樣 對 而且毛都還沒長期就殺了 所以我覺得是說 你少量的營養補充品 從懷孕出去都要有這個認識 鼓勵餵食母乳 先制配方奶的廣告 其實台灣的羊奶 我覺得是不錯自己養的 當然也要吃 吃草而已喔 不要吃其他東西 不要吃肥料 不要吃什麼飼料的 很多飼料的 那食物今天 因為今天婦女法也有 說一個月補貼 補貼 補貼六十塊美金 一個月 兩百塊 對 一個月 生產過後每個月補貼兩百塊 今天出來了 本來一百二 升到兩百塊美金 好來 食物 食物津貼 食物津貼 運營教設資 他那個是寫兩年 中華民國寫七年 我是折衷一下 為什麼不要嚇倒我們的大企業 因為我也建議說 我們大企業請人的時候 男女性應該要 平衡一下 就是平衡一下 譬如說 大伯車很多 15車比較少 尽量比較高 美國不一樣 美國餐廳 那個收尾 一般的收尾 一定死的 所謂 光所謂 所以他一半一半的 以後我們的 那個外籍勞工也不能說 佔你太多的金額 那個數字 比較少的 % 那 一歲到 零歲到六歲 是一個關鍵期的 一個 人類 一個 人類行為的學習能力 這個是最好的時間 那所以 女性 女性的話 假如是說 你要照顧小孩子到三歲 美國那一方面是這樣子 這個 你生產過後 休養假是90天 三個月 三個月後 你就要開始工作半天 那是政府不滿 工作半天 那就可以到小孩子三歲 才完全說 這個小孩子 才托育 托育 三歲之前都自己待 那這個半天 你要上班 公司 公司現在 很多客戶專線 對不對 都可以轉到你家去 不是嗎 你家媳婦 假如生產的時候 客戶中心的電話就到你家 你八點鐘 接電話 半天 四個小時 美國是這樣子 四個小時 你要上班 那你這個上班 這個期間 你自己 你自己 要私人請一個保母給你帶的話 也OK 就這樣子 要爸爸媽媽給你拜 帶也可以 當然父母盡量 假如是說 老婆說 我很疼 疼我小孩子 我要跟我小孩子一起成長 也可以啊 女性去上班 男性來家裡 帶小孩子順便上班半天 給全新 我們試著做看看 因為這是歐 歐洲的規格 歐洲的規格 暈假就是 剛才講嘛 15天生產過後 15天前就可以生產 不是有一個預產期嗎 預產期15天 之前就可以申請了 到 小孩子滿3歲嘛 當然也有一些人 會提出說 我也不想帶小孩 你要全新去工作了 也OK 那這個部分 我們要來怎麼幫忙 那當然 幼保科畢業的人 就有投入啦 對不對 以後我們幼保科 就有一些投入啦 當然我們也鼓勵生產 因為現在 真的 那生產的話 當然我們也要一個人 擇偶的條件 男生挑女生的條件 女生挑男的條件 要有智慧 那我曾經一個 不一定自己要有後 我是有時候 因為我竹北碰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他這個爸爸媽媽就是 年紀很大 他生兩個小孩子 一個小孩子 男生 他就因為小時候 有一點發燒 有一點 有一點問題吧 腦袋有一點問題吧 那問題是說 他有一個女兒 比較正常 都OK的 所以我們女兒嫁啦 這個男生 他不孝啊 他說他不孝啊 他說他不孝啊 他不孝啊 他說 你這個台灣來娶 他是娶婆啦 我們坦白說啦 因為穿 可以啦 那有時候 就穿著拉哩拉哩 就出去 因為爸爸媽媽要田裡工作 要去收阿基民 收阿基民有好的時候 以前好的時候 一個人又四萬幾塊嘛 不過現在來又就沒有了 怎樣呢 辭職 不是到處再收嘛 要減少 一萬幾塊 還有一個孫 他又帶他外南的 外南的嫁來 他們外交也是 艱苦啊 他就 扶新娘一探錢 錢又怕外南 這老的 扶四 扶 去面 就再 在這裡 兒子 跟兩個孫 兩個孫 還好 還蠻正常的 那問題 七十幾歲 快八十了 你有辦法養那個孫子嗎 那越南的不是很辛苦嗎 所以 我們都可以思考這個問題 這是很 現實的問題 也是很 人性的一個 大考驗 對不對 人性的大考驗 這是一個 很難的課程 大家用智慧 所以我一個朋友的小孩 自小就不行嘛 就在 就在那個 就在那個 關係 那個什麼 什麼光怨 有一個 生長的 一個 一個基督教 辦的 從小就在那邊 一個男生 三十幾歲了 二十幾歲了 我就建議他 我建議他 考慮 跟小孩子結紮 因為他沒有 治理的 能力的時候 他也沒有辦法 去賺錢養家活口 所以這小孩子 不能結婚 不要結婚 為什麼 你父母都要養他 生兩個 一個男生 哇 每一枚就飄 飄到國外去了 這樣看屋 這個 他的弟弟 不會管他的 父母就要養他 養這個小孩子 三十幾歲 快四十歲了 你高大 生活 多少可以治理 那不能 這個就不能結婚 他父母也認同 也跟他結紮了 所以有時候 我們婚姻的關係 自己適不適合婚姻生活 自己是不是 夫妻之間 同樣來自兩個 兩個不同的家庭 不要說什麼 兄弟姐妹都沒有辦法 同個個性 何況是 兩個家庭 而且 有時候 經濟上 有時候 蠻懸殊的也 所以 這個部分就是說 大家用大家智慧 那四部門是比較難的部分 那四部門就是說 大契約 要 雇用 女性的話 因為現在女性也蠻不錯的 職場上 在國際上 職場 表現都有不錯 所以 異音假 兩年九個月 對嘛 異音假等於 剩下兩年九個月 那也不一定 專屬女性 男性也可以 這個部分 有人跟我抄襲 中華民國 那天有一個跑馬燈 說男性也可以修異音假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有多出來的半薪 有沒有 不是兩年九個月 有一個半薪嗎 半薪多支出的嗎 是用扣底的稅 會比較 好啦 有開過公司的人起幾首 這樣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優因 有嗎 OK 感謝你 感謝主 感謝上帝 扣底啦 用碎金扣底 不要有誘因嘛 那 所以長期照顧的話 我們 尤其這個是很大的課程喔 這長期照顧要怎麼講 因為我們現在 快步入 快步入老年 老年年的一個地方 所以現在有長期的一個 設計大學 現在大家都可以上 設計大學多一些 學習嘛 跟家庭的互動 跟朋友的互動 參加終身學習營 當然 協助社區的一個 資源 資源縣就對了 一個聯繫 這個部分 家庭教育中心 都有一些課程 社區鄰居有一個 互動 美國一些大學也招生 招生不好嘛 因為人口越來越稀少啊 美國也一樣喔 人口風率也慢慢低喔 那 他們有一些老人成長 都在社區大學 那個 學校大學裡面開設 以後養老 假如是說我們 手上有 有 我們都有養老金嘛 養老金 養老金 那你要付啊 對 要付 其實 我先講的是政府部門的 好 養老金那個私人的話 那另外 另外那個 處理 一半一半啦 跟日本一樣啦 你要 你要多出來的 你要多出來的 因為有基本的生活條件 人的一個基本的生活條件 那是政府要照顧到的 那你假如要過得比較優渥的話 你可以參加那個東西 那當然 政府在監督啊 會監督啦 那你不能急需需的落袍啊 但政府一定有監督啦 所以現在大學很多招生不足嘛 以後一定的嘛 因為 美國說台灣 中國人他會移民 移民三百萬人嘛 他的評估啦 我覺得美國評估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準啦 他們會離開三百萬啦 不過四百年 台灣歷史我來看 他們早晚會走 剛開始可能兩三百萬 後來他會走 那個以後 我們再來談 所以我們台灣 要顧得新的 不然我養老靠你們了 不是嘛 養老靠你們啦 靠你們 你死得多 我來找忙 快點 所以 現在學校 很多學校 其實我們台灣 很多學校 那個 民傳大學已經賣掉了 中國人已經知道了 他們要離開 中國人很多人知道了 民心科大也在賣 要賣學校囉 民心科大也在賣 民心科大知道嘛 在新豐嘛 還有 池健已經賣掉了 他已經移到金門了 你們知道齁 所以 我們台灣還在睡 是嗎 所以他們都知道他們要走 我們台灣人為什麼都還不相信 我們台灣人為什麼都還不相信 我很厭氣 所以 對 我們被洗腦六十 今年算起來七十年了 上個月還想六十九年 現在要講七十年了對不對 現在騙很多 很多 我才 我真的 我又私底下很多 中國人的朋友 我跟他講齁 我說 說實在的啦 我們都是好朋友嘛 你們 一過去的時候 現在福建省提供的那個 福利也不錯 六十五歲退休 有一萬五 新來幣 一萬五 類似這樣子的金額 你回去 我有空去中國 才去跟你 找你玩 你再過來找我玩 因為 他越快回去 越好 因為當中 台灣人知道 你中華民國 騙我們很多的時候 我只能跟美國講說 大家都都剩什麼 比拔 底頭 小鐮刀 小菜刀 要怎麼撥 撥 撥不下人 人都給他穿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 至好 自己 趕快回去 因為其實我也恭喜他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多台灣人移民去美國 澳洲加拿大 老的時候 都想回來 為什麼 再怎麼樣 這個台灣就是他的根 因為他出生在這裡 連後代都跟著回來 為什麼 因為你在美國 孫晨是很難的 為什麼 你皮膚就已經 一個標誌了 不要講說他們 那種族 不歧視 歧視得很 那 社區西班牙 那個西班牙語序的 就是一個 波羅 這個社區是 黑人的 這個社區是黑人的 這個社區 華人的 就是這個社區 就是華人的 你怎麼樣 三四個五六個種族 絕對不會混在一起 除非學校 學校一樣啊 華人 他們講華人嘛 華人就亞裔嘛 亞裔就比較會在一起 啊 一樣啊 歐洲他 歐洲人他也是 蘇格蘭人跟英國就會在一起啊 一樣 中國來 台灣 他嘴尼 怎麼講 他還是會回去 因為 那邊是他的根 比較熟悉的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 怎麼講 人類的一個 你怎麼遷徙 你就是 怎麼 還是 這個地方 是你的根 沒有 因為我去美國 待三個月 我兒子說 啊 你可以回來了 喔 買了機票 一個禮拜的機票 一個禮拜後的機票 從那個禮拜 我看他吃不下去 怎麼說 你知道 因為蔬菜 菠菜 很大 很粗 但是差差也沒有香 沒有台灣的香 一樣的油 一樣的 蒜頭 都沒有那個香味 不好吃 啊 我很喜歡 吃那個鴨翅膀 有時候去買那個鴨翅膀 他會堆堆 回來 露 啊 咕咕 我們台灣 喔 香噴噴噴 自己都一樣 那些材料 就是不一樣 一樣 韓主 他會很大錢 啊 咕咕吃 就不一樣了 啊 待會兒有 好吃的東西 我不知道啦 不過 我這樣吃 一樣 就是 很開心 要回來 回來而已 我殺城隍廟 米粉 兩拌 肉圓 兩拌 哈哈哈哈 炒米粉 兩拌嘛 他要洗拌 洗拌 就三十股 喔 滿意到 這就是我的根啊 喔 所以 我們再也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我講一個故事好了 這故事就是說 我一個朋友 他爸爸 他媽媽過世多年後 他爸爸是他照顧 都在住在他家 住在他家 有時候他爸爸脾氣很不好 他明明他老婆也沒什麼錯啊 他就會罵怎麼樣子 有一天天氣 禮拜天嘛 他就想說 天氣好嘛 他就載他爸爸 爸爸 欸 某某人就是他老婆名字嘛 某某人要去買菜 我帶你去走走好不好 曬曬太陽 他就帶他出去 剛好帶他出去的時候 金貴撒卡紅 金貴撒卡紅 他父親 顏色就 玫瑰色舞 不要講玫瑰色就很高興 很開心 他就說 他可能知道 他就想說 對啦 他就 你洗一次 再我回來 爸爸 你下去 我這三千塊給你 我幾點來接你 就在這邊等 三點後 這邊等 等了以後 他就 出去趕快 老婆 我不用 爸爸去哪裡了 我又跟你去買菜 買菜 好幾點 跟他爸爸約的時間 來了 欸 他爸爸上車很高興 整個地方是怎麼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 目前是禁倉嘛 對不對 禁倉嘛 你們同不同意 以後 恢復 信公正責 不同意嗎 男女都需要解決東西 對 好 未婚成年懷孕 現在已經比較少了 因為現在小孩子 真的 在國中就要教他 怎麼保護自己 男生也一樣 不要只教女生 男生 你自己 家裡 所以有的 老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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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放心 老婆說 很擔心 擔心什麼 大的時候會被人家拐 被人家騙什麼 你就是要教好啊 男生也一樣啊 你不能說 沒錢沒錢 喔 國中就 讓另外一個女孩子懷孕 那不對的 所以要教 以前我們上 衛生課程 都說 你們自己回去看看 有老師好好的教你們的 有沒有 請幾手 有喔 厲害喔 那我們就要開放 開放 開放喔 對 是該要男女合校 不要單一整個學校都是 女孩子 那個都要拆掉 要 編過 男女合校 會比較好 學會怎麼保護自己 學會怎麼尊重別人 這尊重很重要 所以 目前是比較少啦 那學校通報嘛 就 現在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關懷之家 安置待產 跟社會局申請資源 那諮詢嘛 輔導嘛 以後不要再發生 盡量 收養 那當然 一些人要收養 也都可以 收養 收養要 不一定要 很多的收養 都是生出來就去收養 就做之 它從出 那都圍照文書 因為現在我們也發現很多問題 收養 現在可以啦 可以啦 收養 你就不要說 別人生的小孩子 哪會來說 出生證明說 你跟你先生 生的小孩子 那是圍照文書啦 這個部分是圍照文書 上次那個 台北不是一個婦科的醫生 這麼搞嗎 這麼在賣嗎 那是 很 那個就是給社會局處理就好了啦 對不對 給社會局處理 所以婦女碰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生命線885專線嘛 社會局專線嘛 張老師專線嘛 可以處理 學校也可以通報 這個部分 那脫育制度就是 我剛才有講 那脫育制度就是說 現在學校都很少 很小班的啦 對 那問題很多出來的空間很多 很多教室 都可以好好的利用托育 就附近的廠商也可以來租 都有空間嘛 社會局統合辦理嘛 國中現在空閒教室很多 他可以設置 那當然就是說 現在幼保科的也現在很多嘛 加上 以後我們也是贊成一些學校 在 預防醫學 營養 營養師 的 導入正軌 營養師現在是不被中視的 營養師以後在醫院要被中視 這個部分 預防醫學以後要走比較多一點 現在科技可以到說 一堆要有毛病 其實那個毛病 其實從你飲食而引起的 所以你多吃什麼東西 所以我 東西就是說 你的營養要怎麼均衡 你要吃有營養東西 你不能吃太靜置的東西 像米 白米就不要吃了 你要吃就五穀米或燥米 這個燥米還有礦物質 多少還有礦物質 你要吃不一樣的燥米 你假如剛開始不喜歡吃燥米太粗了嘛 你也可以吃配牙米 配牙畢竟它還有生命 這樣聽有嗎 有生命東西才可以吃 沒有生命東西少吃 沒有後代的東西 像那個花椰菜 花椰菜不是賞 後來不是會開花嗎 那個就是它的後代 所以有人建議 吃花椰菜可以妨礙對不對 那是有道理的喔 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你吃 吃雞啊 吃豬 盡量不要吃皮 好不好 不要吃皮 雞胸肉最好 不曉得 我沒有講 盡量 因為它的毒素幾乎都在皮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脫衣的空間 是足足夠的 最後一個是補貼政策 我現在講十分鐘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補貼政策現在英國也有在做 日本也有在做 補貼政策這個單位就是說 要什麼一個財政來支援 哪一個部分的財政支援 為什麼 有經過 有經過 我 那個家庭 現在家庭假如是說 這個家庭剩下一個單親 帶一個小孩子 或帶兩個小孩子 父親或者母親 因為因病 住院或死亡 車禍死亡 這個一下子 一個家庭 收入 突然 盪下來 那他沒有辦法支持 他自己的養育這些小孩子 這個 隨時 社會局就要介入了 那介入的話 當然 他的工作要怎樣才 來就業 來 輔導父親或者母親 單親也有父親的 也有母親的 就業部分要怎麼來處理 小孩子 生活今天怎麼發放 每週發放 每個月發放 或什麼的 這個都可以 在議會裡面可以去處理的東西 所以 這個就是因為 家庭的收入突然減少 自己家裡的小孩子 有18歲以下 那這個 就符合補貼政策 那補貼政策 當然 所要的 我覺得比較弱勢 大部分都是 婦女比較多 男生經濟上 可能還可以支撐 那只要把脫育的方面 補足一些 大概就可以 挽救過來 一個家庭 才不會說 老爸這樣 追到要死 回來還要怎麼加 要做什麼 都沒辦法 沒有時間 你也不能讓他透支 萬一他掛了 有啊 有很多那天 不是夫妻都 車禍死亡嗎 生了小孩子 那個社會局 就要介入了 不是嗎 就是要介入了 他們 他們家裡的財產 怎樣子 社會局 就要介入 不能讓他親友什麼的 去 想佔這個便宜喔 他說 有的阿伯說 我這個 我一定會把他帶 怎樣 我手抓 都沒辦法 白抓給你 白抓給你 就沒辦法 社會局一定要介入 就是不能 一個 這個住的地方還有嘛 可以出租啊 政府可以給他出租啊 因為他爸爸媽媽的房子啊 他出租 小孩子 社會局 到去養家庭 一個月多少錢 這個就信託了 這個房子 出租以後就信託 所有的錢 房租 就在一個帳戶裡面 小孩子 就養 不夠 政府補貼 就這樣 不是很輕鬆嗎 你不能放任 清油 去搞 喔 酒粥 我一定會疼 一定會疼 那個 不要信太多 很多都騙人 那 待會兒都會變紫 一些親機都會這樣子 我自己拿啊 拿一拿 他怎麼 放的 一十二 不是 我都開餘了 我就喝了 我沒救死了 你怎麼知道 小孩子 丟給政府養嗎 這是一個 補貼政策可以講 在 在英國來講 是一個 滿大的 財務漏洞 所以 常常這個東西 讓 黨的部分 就是說 勞工黨啊什麼的 他們有勞工黨嘛 有一些黨派嘛 所以變成說 很多 很多要爭取 選票的時候 這個 拿這個做文章 拿這個做文章 就是一個補貼政策 一個家庭收入減少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到 我們 一個 政府單位 社會局一定要介入 那接下來 先 剩下五分鐘 就要下課 那 我想請問在座各位 有什麼意見 我們 可以來做上課的 很好的意見 請你 接受 現在那個補貼政策 像我們現在的政府 有些都是 像低收入負負責 有些是 其實不是低收入負責 他們有些是 沒有低收入負責 現在是不是都是這樣 要把錢轉移到 好 我的親戚嘛 我把錢轉移到 我親戚這邊 我可以放你收入負責 很多都是這樣 你們要怎麼去查 這個東西 太複雜了 真的啊 很多人用低收入負負 這樣搞錢的 對 那一定有人教啊 政府部門在教啊 不是嗎 這以後 假如是你要怎麼查 對我知道 假如是你的話 我會怎麼查 對啊 就這個里長跟村長都一氣呵成啊 為了票啊 我曾經一個低收入負 在農潭的時候 一個低收入負 每個月 相公所都會給他錢嘛 那有一天我覺得 我家裡剛好一個冰箱 要換啦 十年了 啊不還啦 比較久就比較衰吃嘛 以前買就比較衰吃嘛 我就說啊不 我拿來他們刀 他刃 欸 相公所看到說 有一個便秀說 低收入負負負負負責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他需要一個冰箱 為什麼 有時候鄰居 買禮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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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就載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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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這也是一個 凡是社會有一些問題 其實一些親友 現在的親友的聯繫沒有那麼緊密 不像以前 那麼有 其實自己 人說自身難保 不能保他人 就有時候親戚朋友也沒辦法說去協助他的 慢慢的我們要把一個社區的融合 融洽 一定要建立起來 不然現在他有姻 以前的姻子有嗎 姻子跟是不乖 以前的讀書的時候 我給老師打 回家還沒不能講 講又多打 有嗎 不敢講嘛 不敢講啊 你一定做什麼拍的事情 哪有老師幫你打 我還幫你打兩個 驚慘啊 那你怎麼可以講 對啊 越痛啊 老師幫你打手 我在打什麼就還會打 算不算啦 都不說啦 所以變成說 有時候當然我們有時候經過一個家庭的時候 有時候 參與我們弟弟 我們爸爸打的時候 再跟我們家庭說 我們爸爸怎麼跟他打 我們爸爸怎麼跟他打 我們家庭說 不要啦 怎麼怎麼 可憐 他如果說也得到一個申訴的機會嘛 像基督教的話 天主教也是啊 他們都有一個告解的方式 有時候做壞事啊 會告解 那也是一種心靈的安撫嘛 心靈上的安撫 小孩子做壞事情 為什麼做壞事情 一定有時候情緒 或者一下意識衝動 家庭就是一個溫暖的地方 那看麥光勇 我覺得是用愛的部分比較好啦 所以你看我們看一個阿甘症傳嘛 那個小孩子其實在我們台灣來講 大概不可能啦 阿甘症傳他是母親 他就是單親而已喔 他就很正常 把這個小孩子視為正常而在教育 結果後來真的他正常啊 而且還有為了打贏他一個什麼 補蝦 還有一個什麼單位 中位 斷了一條腿還去幫他補蝦嘛 所以這個阿甘症傳那個小孩子 在我們台灣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是在美國可以成功 這是真實故事 我們台灣當然也有一些這種人 好 二十分鐘 我們等一下休息十分鐘吧 大概就是要做談會 謝謝各位